这是一个普遍的生命规律 一项基本人权 每个人都应该有权获取充足 营养 夺养 经济实惠 且安全的食物 然而 饥饿问题依然挥之不去 冲突 天气冲击不平等和经济下行是主要原因 超过28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 肥胖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 更加丰富多样的营养食品 因出现在我们的田地 渔王 市场和餐盘中 从而造福所有人 这一切始于自然 从农场到餐桌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弘扬文化认同 世界粮食日 食物是一项权利 食客应得到保障 无论何人 无论何处 不让任何人掉队 你能不能够 你能够随时 你能够随时 我能够随时 再生一切 你能够随时